各位现场的来宾 大家下午好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TEDx 跟大家做面对面的交流 那么今天呢 我想从 我们移动互联网的视角 来分享一下我们对未来 整个人类社会的 连接的理解 以及我们团队在这方面的探索 大家回顾一下人类 发展的历史 似乎有一件事情 一直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连接 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我们建立了友谊 组成了家庭 组成了团队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连接 让贸易飞速地发展 大家互同有无 给两个国家的人民 就带来了非常大的福祉 那么文明之间也有连接 他们互相取长不断 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那么我们今天的连接 仍然在社会各个角落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今天我们在TEDx 跟大家做交流 我们通过身上1这个连接 就会把我的演讲的内容 非常方便地传到 所有的消费者那里 正是因为这个连接的方便 让我们今天做到了 在以前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下 我们的团队 在连接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正在做的探索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这种判断 那么我先给大家从一个故事开始 我小时候有一个至今非常清晰的一个记忆 那么在我六七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能够看一场露天电影 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 那么因为我家在东北 夏天的时候可能还好 我们搬了小板凳 那么在外面看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 没问题 但是到了冬天 大家知道 那就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 即使我的脚动得非常疼 我也舍不得走 要坚持把这个电影看完 因为在那会儿 看一场电影 是少有的非常幸福的事情 每每我脚动得很疼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哎呀将来 我如果能在家里看电影就好了 那么这个梦想呢 我们今天看一看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 我们真的 这个梦想已经 不在话下 已经变成了全球所有人类 都能够非常轻而易举实现的 那么特别是过去这十几年 移动互联网的发明 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发明 给人类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 那这个便利的根基实际上就是连接 比如哈我们今天 拿着一个智能手机 非常方便地做支付 因为我们跟商家的支付系统的连接 因为有了智能手机 变得非常简单便捷 那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 就用一部智能手机 用手指轻触几下 我就可以跟全世界的商品 非常方便地连接起来 我轻触几下就可以买到我心意的商品 那么我们在叫车也是一样 我们用智能手机 用打车软件去叫一个车 去获取这个服务 因为有这么方便的连接 我就省去了很多未知的焦虑 我能够清楚地知道 这个车它有多久能过来 它离我还有多远 所以就是这么多的连接 让人类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方便和快捷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这样的连接到现在够了吗 不够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作为这个从业者 我更能感同身受 实际上虽然移动互联网 过去十几年飞速的发展 它已经改变了人类很多很多 方方面面 几乎深入到了人类生活的所有角落 但是仍然它有很多东西 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 比如我在手机上编辑一个文档 就很困难 如果说我在看一个视频 我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能够更进入式的体验呢 那在今天这个连接还都做不到 所以从我们这个行业来看的话 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表征指标 已经说明这个行业发展在放缓 甚至在微微地下降 那第一个指标呢 就是智能手机的全球发货不再增长 从2018年的第四季度 一直到2020年 当然2020年有疫情的影响 全球智能手机的发货量下滑得很厉害 就不像过去那几年增长得非常快 那第二个指标呢 大家我们都想一想 我们过去的这几年 还有什么新的APP让大家心动吗 有吗 很少了 非常少了 那第三个呢 那就是我们每位消费者 在智能手机这个单体上 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大家需求没了吗 不是的 那么我们判断是因为 我们今天移动互联网这种连接 它已经慢慢地跟不上 人类需求的前进的步伐 那么实际上我们整个行业 都在想办法去思考 下一步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想中国的哲学 非常的伟大 我们永远是压力和机会是并存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压力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就是万物互联这个世界 它已经不知不觉地 走到我们人类生活中来了 我相信今天越来越多的人 戴了智能手表 智能手环 可能你们家里都用电视机 也不再是传统的电视机 我们智能化的汽车 也会非常快地 走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想正是人类这种需求的 从来不止步 它牵引着科技往前走 那么也有像华为这样的企业 不断地持续地探索 我们能够给未来的这种 人类社会的生活 注入更多的便利 那么这种便利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个团队 今天做的事情 我给大家分享的 我们就是瞄着 我们怎么样让万物互联这个世界 更方便地让人和人之间连接 更方便地让人和设备之间连接 更方便地让人和信息之间连接 那么这个连接 它方便程度 它的便捷程度 取决于这个领域里面 到底能不能有广阔的未来 那么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们用智能手机 我们能完成的任务 完成的一个信息获取服务 我们可能换了到Ped上 不见得能够获取到 当我们到了一个车机上 可能我们能用的应用就非常非常少 那如果说按照今天这样的路径走下去 我相信万物互联的世界 可能仍然是一个梦想 或者说 它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好 那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们思考是希望 将来消费者有没有机会 我们只关注我要完成的服务 我这个服务能不能不受 某一个设备的约束 我将来的这个服务 能不能在所有的设备 无缝地自然流转呢 消费者不用记住那么多的 不同设备的操作方式 去像用同一个设备一样 轻触几下 就能把我的任务完成 我想这就是今天 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 一旦实现了以后 我们的健身会变成什么 我想在中国 特别是近几年 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运动 喜欢健身 包括我也是一样 我是五年前开始跑步 我已经坚持了五年 我每年要跑一千公里 但对我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在某天的 某个时候的跑步 到底跑多少的量是合适的 那么也许那段时间 我可能比较累一些 压力大一些 我的跑量 速度多少是合适的呢 那么今天虽然我们有智能手表 能告诉我心率 但是就这么一个指标 它不足以指导我 非常专业地去做这种训练 那我更需要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戴了智能手表 我戴了智能耳机 也许将来我的鞋上有传感器 它能检测到我跑步的姿态 我脚矗力的力度和角度 那么这些信息如果能够融为一体 会不会有一个电子化的智能教练 跟着我呢 它会根据我实时心率 我最大的摄氧量 我的身体的疲劳程度 告诉我 是不是应该放慢一点脚步 是不是你的腿要抬得更高一点 是不是你的呼吸要更深一点 如果说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跟着消费者 我相信会远远超过今天 单个设备给我们带来的体验 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 我相信在中国这两年 智慧家庭特别特别热 我们各种展览 包括各种宣传 大家看到的非常多 但智慧家庭 是不是就用手机开个灯 关个灯 打开个窗帘呢 我想象我们的需求 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设想未来是什么样子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理解 如果说用鸿蒙系统 搭载了所有的设备 搭载到空调上 搭载到甚至于说 我们将来的床架上 都装了很多传感器 装载了鸿蒙系统 那么当人要休息的时候 这个传感器就会识别到 他已经休息了 他就会把这个休息的信息 告诉空调 这个人在休息了 这个空调就知道 他在休息的时候 我温度应该调到哪里去 我的风应该吹到什么样的风 我的方向应该在哪里 我想这才是未来的智能家庭 他应该有的样子 如果说我们这些设备之间 是孤立的 这个空调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到多少度的 因为他不知道你是休息了 你还是运动的热的不行 他都不知道 但是一旦多设备之间 有可能连接 就相当于这个空调 长了眼睛 它长了传感器 他知道这个人睡觉了 他知道这个人在运动 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描绘的 未来的智能世界 它应该有的样子 那我们的助理也是一样 那么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商务人士 我们要频繁地出差 我个人就有过两次 就是在机场开会的时候 我就错过了航班 那如果说有一个同伴 跟我一起的话 可能我就错过不了这个航班 他会告诉我 那我们如果没有同伴 将来我带了智能耳机 我拿了手机 拿了PC 我再拿个Pad 有没有可能这些设备之间 协通起来 他就会告诉我呢 我告诉大家 就上个月我在北京 机场回深圳的时候 我就体会得到这样的体验 那一刻让我非常非常的温暖 我带的是咱们 华为FreeBuds 3的耳机 用华为的智能手机 因为这些智能手机里面 我的航班的行程信息都在 当然所有这些信息 大家放心 它都在你端测设备 它不会上云的 大家不用担心 安全隐私的问题 那我正在开会的过程中 我的耳机突然就提醒我 说您离登机还有五分钟 你的登机口离得有多远 建议你现在就离开 我觉得那一刻 我是非常非常的 感受到了科技的温度 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设备 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 想给大家带来的 那么这个带来的这种能力 它的根基是什么呢 实际上还是连接 我们这么多的设备 大大小小的设备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设备之间的连接 就特别像人和人之间连接一样 如果说我们人和人之间 讲不同的语言 我们共同解采 是不是就麻烦一点 对吧 那么不定是麻烦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们语言不通 我可能跟我们在座这两位 外国的这种客人 我可能只能谈非常简单的问题 因为我身后的问题 我谈不了 我不懂它的文化背景 我可能谈不了 就像中国人讲一个成语 我相信老外理解起来 是很困难的 因为中国的成语 背后都有一个典故的故事 我们才知道这个成语 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连接非常重要 这个连接就像人和人之间的 共同语言一样 我们能不能让这么多 大大小小的设备 都讲同样的话呢 都讲中文 都讲英文 都讲日语 那么有了这个可能性以后 设备之间就互相talk 不再需要人去安排 每个设备完成什么任务 我想这是我们想给大家 带来的未来的连接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也是咱们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 我们设计当初所聚焦的目标 那么今天呢 我想太抽象的技术细节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我希望咱们线上的朋友 和现场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记住几件事情 第一个鸿蒙系统 它用一套操作系统 满足了大大小小 所有设备的需求 当然这里面背后有 很多的技术要解决 所以将来我们希望这个系统 能够满足小到耳机 这么小的设备 大到路上保的车 都是同样的鸿蒙系统 或者同样的鸿蒙DNA 那么这样的话 这些设备之间的连接 就不像今天 我们要打开蓝牙 打开WiFi去扫描配对 可能有的时候还配不上 我们希望第一步要实现这个目标 那第二步有什么目标呢 就这些设备之间 不要孤立地各干各的 我们能不能让这些设备之间 互相知道谁有什么擅长 我们几个联合起来 去完成消费者给的一个任务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就是 我们一切以消费者的体验为核心 不再让消费者去 比如说开个门 我就一定要走到门锁的地方 那将来如果说智能门锁 电视机 家里面机器人 我所有的屏 手表 手机都连为一体 我可能躺在床上 对着手表讲一下 把门打开 这门就开了 我们希望将来 咱们鸿蒙系统 给大家带来的是 这样的应用和体验 我们应用不再依赖于 某一个特定的设备 是希望这个应用 它永远跟着你走的 那么下面这些连接里的设备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应用长的土壤 我连的设备越多 这个土壤就越肥沃 越厚 对吗 那我这个应用就会越智慧化 它会生长的 那么这样我刚才讲的那几个例子 那么如果说这个目标要实现 你运动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教练在你边上 当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就是一个优秀的营养师 在给你配餐 给你调膳食结构 那如果在睡眠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催眠师 出行的时候就是一个助理跟着你 我觉得这是咱们鸿蒙系统的第二个目标 就是围绕着人的这种体验 让这个设备跟人之间的交流 不再是人下一个指令 它给我反馈 这么冷冰冰的 单向的交流 而是让这个设备 它围绕着你的人越来越多 它记录着你的行为时间越来越长 它就越来越理解你 越来越贴心 就像我在北京经常遇到的一样 那一刻让你感受到了科技的温度 是非常的美妙的 那么第三点的话呢 我们这套系统呢 我们希望在它上面 就永远有一个智能体一直在生长 这个智能体 它借助于各个硬件设备上来的信息 它不断地学习你的习惯 记录你的习惯 包括你的行为等等 那么它在你某一刻需要服务的时候 它能够准确理解你想要什么 然后非常恰当准确地把服务给到你 那这就是咱们鸿蒙系统所要做到的目标 那么有了鸿蒙系统以后呢 我想大家经过这样的解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一定的理解 那么我想给大家说的 鸿蒙不是又做了一个安卓 也不是又做了一个iOS 它是面向万物互联时代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如果我们所畅想的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我想今天消费者的体验 就不再是在设备之间是割裂的 这个体验永远跟着你 一个智能体跟着你 那么对我们所有生产智能硬件的厂家 它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我们今天生产的所有的硬件 它是不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的 厂家生产什么样 我只能用的什么样 那如果说将来这些硬件都搭载了鸿蒙系统 它加入的是一个鸿蒙的超级终端 它将在这个超级终端里面 找到这个硬件 它应该实现的价值和使命 跟其他硬件一起去支撑这个智能体 不断地生长 我想这件事情对中国的所有的产业 都是一次转型升级的机会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大家现在家里面的家电 都号称智能化的 对吗 我们买了很多智能化的这种家电设备 但是这些家电设备呢 说实话我们买不同品牌厂家的 大家能感觉到它们有很大的差异吗 是很小的 是不是 那么将来我们希望这个家电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能够去理解记录 这个家庭 他们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 饮食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它在根据你此刻你的身体状态 它会每一餐告诉你 你应该吃什么样的赛食组成结构 是不是咸味酥要多一点 蔬菜要多一点等等 我们希望这样的家电的设备 才真正是智能化的设备 才真正是有温度的科技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所有的这一切 实际上它背后的核心都是连接 那么到今年年底 搭载鸿蒙系统的设备 最少会超过三亿台 我相信这三亿台的设备 就会让很多的消费者有机会体验到 我刚才给大家描述的这种场景 我想这件事情一旦变成现实以后 我们对现有的应用开发者 我相信给大家打开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创新的空间 因为我们原来做的应用 是受限于手机这个硬件的限制 那么我们将来给大家的一个 脱离单页设备硬件限制的机会 你可能会做出来 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你的应用可以在所有的设备上流动起来 我想这对所有的开发者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 那对消费者来讲 那么所有的这种便利 我已经给大家都描述过了 我相信有了这样的一个 鸿蒙组合起来的智能终端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人和物理世界的连接 和信息的连接 将会更加方便和快捷 我想也会给各行各业 带来非常多的思考和机会 那么我在这里也欢迎 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大家勇于去体验 也欢迎所有的开发者 能够积极地加入到这个鸿蒙生态里面来 我相信这个舞台足够大 它一定会给你非常多的创新的机会 和带来无限的可能 好了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可以先下做更进一步的交流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行业的从业者 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用更方便快捷的连接 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